话说当年一位美人来到中国 后来一个老人直到零号出现 年初疫情在武汉爆发 并伴随着春运迅速蔓延到全国 随后全国人民开始了开挂一般的教科书式抗议 一省报一市向湖北全面援助 十天交付一千个隔离床位的火石山建筑 中国人民封国封城封小区把病毒困住 两个月实现本土疑似零增长 湖北重启这一切都要感谢医护 那所以呢为了体验一下 前线的工作者有多不容易 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 穿个离服 护口护脚要透感 护目头套遮住 手套口罩要double 气令神仙 复阵前 因为戴上目镜不透气 天使们上班之前 都要把红布镜和眼镜涂上一层护手霜 这样才能起到去霧的效果 虽然眼前已没有霧气 但毫无疑问影响视力 没有视野 全面战役 医护人员真有勇气 这能够雅军骂色我干头来啊 打字 调整呼吸 慢慢运气 熟练的挥舞 灵巧的双臂 摒弃凝神 快而有力 我是魔的感情的 打字 勇气 露多大脸 陷多大眼 会被开粗的 体力测试 除了这些精细化操作呢 在前线 天使宝们还面临着大量的体力工作 为了体验的更加真实 我们就加入了下面这些测试 惊雷 这通天修为天塌地 限此金锤此电 说弦真火焰 去偏旋见晶天变 无云 那磁场沙场呼叫烟雨 蹲多情自古空于恨 我十万远 当时差点没憋死我 你们不得给我吗 点个赞 然后看 我感觉我呼吸都成问题了 真的 远比你们想象的要闷 我刻意地运动一下来 模拟 医生的 他抽着这身衣服 高强度作业 做任何油体力的劳动 都会造成我现在这种 呼吸困难你知道吗 就是 两层口罩 下面还是被压着的 就是我 恢复正常 其实呢 除了上述这些困难 在前线 天使们还有一个羞羞的问题 人有三级 在前线 隔离服 非常宝贵的防护物资 天使宝宝们 除了上班之前 尽量不喝水之外呢 还要穿上 纸尿裤 作为非常认真的被捞着 但是羞耻地穿了呀 那么感觉你挺乐意的呢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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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 掌握 关键的诀窍以后 慢慢的 但我现在我什么都做不了 你知道吗 我穿着防护服 只能 任由它漏在里面 本来到这里 我是打算展示一下脸上的痕迹 当然这些跟前线相比不足万分之一 泡软的猪蹄 以及 多么的缺水 就结束这期视频 但是 我看到了这个 那先不再讨论 它是不是人血馒头 这本日记 完结 到 整稿 刻画 翻译 编辑 校兑 定版 台版 封面设计 印刷 到美国亚马逊上线 14天 美国速度 14天什么改变 这个时间乘上二 是美国交付首批试剂盒的时间 乘上三 是美国发现第一起病例到多地封城的时间 而这个时间 简去死 是火山山医院从设计到交付的时间 治大国如烹小仙 有错就改 有病就治 天天甩锅 帮不了你 治不死我 您都五十万了 这会儿咱们不算人准了呢 干点有用的吧 最后 问我非常喜欢的电影片段 来结束今天的视频 一个写日记的人 正经人谁写日记 是啊 你写日记吗 我不写 你写日记吗 谁能把心里话写日记里 写出来的那能叫心里话 下界 对了方方老师 您有空把您名下六套房产和一套别墅的收入来源公布一下 感谢感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